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的阴地 无量界的时间急功累得 这个时间久了 说明它的根底非常的深厚 在受无界之前 它是过往的身份 遇到世间自在王府 学期王位 出家修行 自在王府给它起的伐号 叫伐藏比丘 这个时候 他发四十八院 院发了 要以行去见院 把这个每一个院要做到 用了五界的时间 经上没有说中界小界 那肯定是大吉 一个大吉 是这一个世界 沉住坏空一次 这叫一个大吉 你说这时间多长 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五次 这五个大吉 这么长的时间 把四十八院 院院都做得圆满了 圆满的古德 成就了极乐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一切 不是人设计的 也不是人去施工建筑的 自然形成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在前面详细说过 极乐世界这种情形 跟我们这个世界 预计 第五层天 第六层天 就很像了 第五层天是化落天 第六层天是他化自在天 我常常用这两种天 来比喻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是什么情形呢 极乐世界所有的受用 都是阿弥陀佛变现 一切法从心享生 在极乐世界是完全兑现了 所以思一得一 思识得识 想什么他就来了 这个道理 科学家懂得 但是没做到 极乐世界实现了 它的原理 就是一切法从心享生 现在佛这一句话 被科学家证实了 讲得不清楚 有这个意思 我们听得懂 像德国普朗克博士 他一生研究物理 研究量子 特别注意 这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被他发现了 根据他研究的报告 他说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 这个东西 物质是什么呢 物质的本质是意念 累积 变成一种幻象 那物质 我们大分 有固体 有液体 有气体 这是大分 那细分就太多了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告诉我们 固体 是 频率比较慢的 这个念头 它产生一种频率 稍微快一点 就变成液体 再快就变成气体 在我们地球上 最快的就变成光波 电磁波 都离不开 一年 这个发现 太重要了 我们这么多年来 古兰的祖师大德 对于这个 一切发生 心想生 都没有办法讲清楚 所以 老和尚都劝我们 我们要相信 神以言量 佛说的吗 佛不会说假话 一定是真的 虽然是真的 我们总是 他们打个问号在上面 那么科学 发现之后 这问号就去掉了 我肯定了 释迦牟尼弗 三千年前 讲的这个话 今天 科学家 把它证实 谢谢 咱们